发展援助组织乐师会发布的一项报告指出 全球贫富不均的现象激增 目前全球62名富豪所拥有的财富 已经与占全球人口一半的相对贫困人口所拥有的财富相当 统计数据显示 这62名全球最富有的富豪所拥有的财富高达1.76兆美元 与目前人数高达36亿的相对贫困人群所拥有的财富相当 这份研究是乐师会根据复笔式杂志公布的富豪排名 还有瑞士信贷银行发布的财富报告数据而得出的 这项报告还指出全球贫富不均的情况正在显著的增加 在2010年时全球一半人口所持有的财富 与当时全球388位最富有人士的财富相当 报告同时还指出 现在全球最富有的1%的人的财富总值 比剩下99%的人所拥有的财富加总还要来得多